一大早店還沒開 但排隊隊伍 綿延數百公尺 人數破百人 想買一盒鳳凰酥 至少得等一個小時 甚至天還沒亮 凌晨四五點 就有人拿著板凳要搶投箱 爸爸早上五點多來排 然後我早上七點的時候來交接 本身是板橋人 所以平常吃的時候 沒有像今天那麼多人在排 今天滿誇張的 第一次看到那麼多人 七點半過來 然後因為就是有朋友 特地北上 然後就想要買給他們 然後因為看到我前面都是放 他們都休息的時間 所以就今天趕快跑過來 知名蛋糕店十五號前 已經電修十八天 讓師父喘一下 又有人猜是中秋節的訂單 實在是扛不住了 現在目前就只有鳳梨酥 十五號重新營業 但隊伍中還是出現代購 鳳凰酥裸裝十五顆原價 兩百八十五元 二十顆三百八十元 但網路上代購價錢 喊到十五顆三百五十元 二十顆四百六十五元 一顆十九塊可以賣到二十三塊多 鏡頭來到另一家 台北知名鳳梨酥店 人潮依舊不減 從店門口排到近十字路口 隊伍中更是無國界 有日本 香港 還有來自新加坡的朋友 就特別喜歡 然後新加坡也沒有這一家 所以就每次過來台灣旅遊的時候 就會過來買 我們從新竹來的 對 七點就開始從新竹出發 對 它今天的飛機五點 上飛機前沒遲到會垂心肝 為了讓大家都能買到 店家也特別調整營業時間 中秋節前最後一個週末假期 買氣依舊不減 三立軍王晨宜 新北 台北採用報導